世界台联彻底杀疯 禁赛中国斯诺克数十名选手 1月3号晚 世界台联一则通报 犹如一击重拳打在了国人脸上 世界台联宣布 中国选手赵新彤和张建康 涉嫌操纵比赛 随后中国台球协会很快跟进 停止了两人的所有比赛资格 要知道 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中国斯诺克被禁赛的人 就有数十人之多 早在2022年的12月9号 世联台就发布声明称 杨文博 陆宁 李行 赵建波 白朗宁 在过往比赛中操纵结果 再加上现如今被禁赛的 赵新彤和张建康 中国斯诺克的半比江山顺着崩塌 要知道在丁俊辉 继领状态下滑 在世界排名一年 跌出了前二十 而被称为中国斯诺克 天才的赵新彤 排名已经冲到了世界第七 再加上世界排名第16的 连炳炮 可以说中国斯诺克正在挑大辽 和最具潜力的选手 都未能击灭 这不仅让人问出 中国台球到底怎么了 跟很多竞技体育一样 斯诺克运动中 假球不发先例 但是一个国家 如此多的选手 被集体竞赛实属罕见 据圈内人爆料 因为疫情原因 球员的商业活动都被停止 于是收入大幅下滑后 让一些人开始动起了歪心思 但是他们却不知道 一场假球 就会断送他们整个职业生涯 赵新彤被官宣竞赛后 迎来好消息 丁俊辉被牵连 开始接受调查 中国数十名斯诺克选手 因涉嫌打假球被竞赛 直接让中国斯诺克 遭遇到了信任危机 世界台联对于中国斯诺克 也是极不信任 甚至对于正在参赛的 丁俊辉等选手 没收了他们的手机 展开进行假赛调查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 中国斯诺克的一面旗帜 丁俊辉是安全的 并没有牵连假球事件 而这次假球事件中 最让人惋惜的就是赵新彤了 作为中国新生代的佼佼者 在上赛季的英锦赛中 质嫩的赵新彤 在决赛击败对手 夺得三大赛之一的 英锦赛冠军 随着赵新彤的夺冠 他跟更年轻的 00后选手丁俊辉 赫然成为了 中国斯诺克的门面 然而两人的一场对军 却早早被人质疑了 假赛嫌疑 在德国大失赛的决赛中 赵新彤用横扫丁俊辉 捧起了德国大失赛的冠军 但是正是这场 中国年轻选手的巅峰对决 在比赛结束后 遭到球迷质疑 因为这场比赛确实奇怪 场上9比0的比分 再加上赛后两人诡异的笑容 不禁让球迷开始猜测 但是随着严炳桃 和赵新彤的先后背竞赛 这场比赛是不是假球也终定论 不过在赵新彤背竞赛后 迎来了一个相当不错的消息 那就是对于他的竞赛 应该是以阅为单位 因为赵新彤拒绝承认 自己打了假球 而事件后续又会如何发展呢 假球事件震惊体育局 女足功臣孙文发文引热议 2022年震惊国人的李铁案 再到广东省运会的假球案 再加上愈演愈烈的斯诺克假球案 中国体坛大量丑闻 让体育局都震惊了 据媒体人透露 监察组为此组建了三个小组 进行专案斩查 而广东省运会假球事件 又从上路到下 把广东体育局整治一空 宣布着这件事已经解案 李铁也没有继续停止深挖 有关部门调查李铁案 决心非常坚定 并且表态要一查到底 于是将近数十人 也都先后跟着李铁进了笼子 而中国举重奥运三冠王 被国外众多健身爱好者 称为军神的吕小军 也被爆出了服用兴奋剂 虽然吕小军第一时间发布公告 但是被临时禁赛 还是让体坛受到了重重一群 如此多的乱象 已经让人感叹 中国体育到底怎么了 但是这还没完 国际台联直接一则公文 让整个中国斯诺克 范比江山都被禁赛 当体坛陷入动荡之际 主管女卒的足协副主席孙文 也在朋友圈发布了一条内容 直直体坛乱象 从他的这番话也能看出 孙文并不愿跟当前混乱的 中国足球同流合物 作为即将接任足协掌门的孙文 又会给中国体育带来哪些改变呢